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亿万富翁患上癌症后 为平民病友实现愿望的温情故事 医院清单 老白呢是个拥有一家医院的大富翁 但是他又是个特别吝啬的人 他为节省成本规定病房必须一房两床 这个做法颇受众人的非议 但性格强势的老白不以为意 起料不久后他自己被检查出患了癌症 本想入住单人病房的老白在舆论的压力下 不得不和另一位病人老黑同住一室 老黑呢是一名见多识广的汽车修理技师 他年轻的时候梦想做一名历史教授 但为了养家糊口将三个子女培养成才 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性格暴躁的老白和冷静沉稳的老黑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久老白做了一场手术 医生说他的癌细胞啊已经扩散到了全身 撑过手术期的概率只有5% 幸运的是老白成功的 挨过了手术 但并没有人来看望忍受病痛的他 相反老黑的妻子每天都来看望老黑 但是两人已经结婚几十年了 老夫老妻之间已经没什么话可说 曾经结婚四次 如今却孤身一人的老白 逐渐对博文强制的老黑产生了兴趣 谈起过去他们更是有聊不完的话 两位老人在病房中渐渐结下了友谊 然而好景不长 很快医生就对他们宣布了检查结果 老白还剩下六个月的时间 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活一年 老黑也只剩下一年的时间可活 同病相连的两人更是心心相惜 一天老白偶然发现了老黑的遗愿清单 一向除了钱之外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的老白 一下来了兴趣 他补充了这份遗愿清单 并决定运用自己的力量 为自己和老黑实现梦想 让那些纸面上的疯狂构想一一实现 老黑也不顾妻子的反对和老白出发了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来一场惊心动魄的跳伞 接着又来了场刺激的赛车PK 他们一起去非洲大草原看了斑马 放了一个空腔过过瘾 他们去埃及看了金字塔 去印度看了太极灵 并讨论起关于埋葬的问题 接着他们去长城上拉风的骑摩托 又准备去登顶珠穆朗玛峰 却因为风暴问题被阻拦 只有来年春天才能继续登顶 俩人不得不折返去了香港喝咖啡 总之一切能想到的事情他们都会去做 晚上他们在一起享受着高级晚餐 老白跟老黑说起了自己的女儿 他曾经介入过女儿的感情 这导致了他和女儿的感情破裂 女儿已经很久没有和他来往了 老黑一听就知道老白肯定有遗憾 于是不顾老白的反对 将这件事列入了警弹 他劝老白去和女儿和解 老黑说自己这一辈子除了妻子外 还没有过别的女人 老白就安排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亲近他 在聊天的过程中老黑突然想到妻子的好 他意识到自己最爱的人还是妻子 他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见到妻子 于是连夜坐飞机回了美国的家 老白对他违反约定的行为十分气愤 被朋友背叛的感觉油然而生 两人大吵一下之后不欢而散 看到老黑回家的妻子十分高兴 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然而好景不长老黑很快就发定 他再次被送回了老白的医院 老白知道后赶来看望他 在死亡的威胁下 两个好友终于和解 老黑将那份医院清单交给了老白 恐怕剩下的愿望只能靠他去完成了 老白遵照清单所说的去找女儿和解 并成功得到了女儿的原谅 但与此同时 老黑手术失败 离开了人世 老白在他的葬礼上发表了感言 感谢了老黑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对自己的陪伴 是老黑让他重新活了过来 也是老黑让他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不久后老白也病睡了 来年春天 两人的遗院清单被装进一个罐子里 送到了珠穆朗玛峰顶 他将永远被珍藏起来 而他们的梦想也全部完成 人生呢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 如果有机会实现 就千万不要让自己后悔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